A A B B C D 六個字母排成一列 那這六個字母呢 兩個一樣 兩個一樣 然後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請問任意排有幾種排法 那我要去任意排 我就 六個東西的任意排是什麼 六階層啊 但是 這兩個A長得一樣 所以呢 怎麼辦 我做前面 還是你做前面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二階層 就是他 哪一個A在這兩個A A1 A2 跟A2 A1對我們來講 看起來是不是就是都是AA 所以這兩個情形是 二階層的情形是一樣的 好那這個BB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二階層我們也要 除掉 好那如果今天是有三個A勒 對要除以三階層 階層喔 因為三個A的話是A1 A2 A3 123 132 是有這 六種情形的 好所以是階層 所以是階層 記得是階層不是直接除以2 好來除完 六階層是 720 除以4 所以等於 180種 好來第二小題 如果要兩個B 相0 剛剛有說過 相0就是綁起來 當做是同一個人 所以我現在幾個人 一二三四五五個人 所以五階層 好 然後呢 同樣的問題 A跟A是同樣的人 所以我要除以二階層 好那你說BB是不是同一個人 是啊 可是你BB去換位置還是BB啊 好 所以他就不用再除了 所以五階層 除以二階層 就是一百二 除以二 六十種 好再來第三小題 CD一定要分開 那就先不要排CD CD先拿去旁邊 所以我剩下 2A2B 我就下去丟進去排 好 那A跟B下去排的話 是不是四階層 一樣的A 所以二階層 一樣的B 所以二階層 接著呢 CD就要放進來啦 CD可以做哪 有五個位置 挑兩個來給CD下去做 好 那我就把它算出來吧 四階層是24 24除以2除以2就是 24除以4就是6 然後P5取2就是5 往下再乘一個 總共取兩個 所以5乘4 好來20乘以6 所以呢是120種 1 4 5 5 5 6 6 6 9